現場大牌長龍大家等待便道開放 而這邊有一群學生是提前返校 住校來迎接採學日 你住哪裡 父親 就是剛好是路段的後面那塊對不對 阿公載著念國二的孫女 提前通過便道 妹妹要來上課了 背著書包還帶著行李 跟著同學一起住進學校宿舍 住哪一間培館 廁所我們就是 像我們都已經請人家整理過 學校都整理過了 有人捨不得離家 但有孩子看到老同學好開心 會不會想家 不會 為什麼 你在家裡都要住兩室 怕說明天開學也不知道天氣怎麼樣 是我們上面16個學生 就全部都進駐到學校裡面 至於張山國小返校日 學生回到校園打掃 漸漸好久不見的同學 開心啊 為什麼 因為 很久沒有回學校 很開心啊 還可以繼續跟他們玩 趁著開學前 慈禁志工翻山越嶺 再送物資 但因為便道不方便 和校方在中濟站交接 這兩區都可以放 我們是應該要輕鬆 好 顧慮到志工的安全 因為一天只有三次的那個通行嘛 帶著大家滿滿的愛 然後再把大家的滿滿的愛 帶到學校裡面 滿車的愛要讓山上的孩子 吃飽補足體力 學習路不中斷 大愛新聞新聞新聞 網周中高雄報答